Hello,大家好,我是Felix 現在我們在香港國際機場 準備出發去日本東京 2023年第一炮 這次用A7Miles積分滿機票 所以時間不太好 夜機去,早機反 下午4時半機 下機已經是日本時間9時半 終於到達日本了 我們現在乘巴士出新宿了 差不多10時了 出到去Check-in也差不多12時了 這次住的酒店是在東新宿 我自己覺得性價比非常高 下巴士後 近小田急出口有電梯 可以下到B2 再搭成大江戶線 搭一個站 便會到達東新宿站 由A1出口 搭兩層扶手電梯 便會到達我們這次住的酒店 E Hotel 由於Check-in的時間已經是夜晚11時多 所以Room Tour是翌日才拍的 房間的尺寸跟一般小型酒店差不多 但雙人床也算夠大 通道開不到一個行李箱 比較狹窄 廁所都是超小的 比起一般便宜的日本酒店 便要小一點 而且這期是沒有冷氣的 不過天氣這麼冷 不要緊 今天第一日來到元宿 想要先去剪頭髮 沒有預約的 不知道有沒有開 可以了 去試一下吧 這間髮型屋 是在元宿古著店 Burber Gin 前一點 轉右的一條橫行 前面就會見到一個轉轉燈 前面就會見到一個轉轉燈 來之前 會不會有做過一下供課 2015年的Grease Up Magazine 有介紹日本 Walkabilly界的朋友 會去哪裏剪頭髮 這一期的重點推介 就是我這次要去的 由寧木利超先生 主理的Burber Shop 8 推門進去 寧木先生在裏面吃飯 叫我坐一會 看看手費 其實我不知道多少錢 最後收了我4500元 寧木先生吃完飯 出來就開始剪了 先噴濕一點 剪完就開始造型 會落少少頭蠟 先給你看看 如果滿意的話 就進入下一步 會幫你剪乾淨的髮腳 然後就到沖頭氣了 洗頭盆 原來是這樣退出來的 我真的猜不到 之後就洗頭 會不會剪掉 還會剪一洗頭 繼續洗頭 還會剪刀 還會剪刀 還有剪刀 還會剪刀 更會剪刀 更會剪刀 還會剪刀 現在開始造型了 剛剛轉完頭髮了,大家覺得怎樣? 整體上其實都很棒的 如果大家喜歡油頭這些舊款 就可以來試一下 基本上就是上海店的感覺 一場來到,沒理由不進去Berbergine看 似乎今次,紀小姐真的能放東西了 剪完頭髮,又買了東西 現在先去吃東西 我們現在在表參道 一邊走過去吃漢堡牛扒飯 這間專門是吃漢堡扒定食 還有牛舌和牛扒 我們分別叫了 牛舌配兩塊漢堡 和牛扒配兩塊漢堡 漢堡扒圓綠綠 加錢可以要買黑椒汁 或是黑椒汁加芝士 嗯,是蠻好吃的 這塊就是牛舌 還有牛扒 還有牛扒 吃完飯,對面就有一間咖啡店 先喝杯咖啡 走出路口 對面就是The Real McCoy's 專門復刻 四十至六十年代工裝 牛仔三褲,騎士服飾 還有二次大戰的軍服 進去又出血了 買了點東西 那下一站 我們去哪裏呢 都說不要來的了 買條毛嗎? 這麼大個袋 我真的買條毛而已 店長好心 見我有其他東西 給個大一點的袋 我一次過裝完 剛才買完東西 回到酒店休息一會 現在出來了新宿 其實酒店下面就是東新宿站 簡直是在旁邊 我們搭一個站過來 就已經到新宿了 現在到處逛逛 然後再去找日子 走了一會 我們就從新宿西口 搭一個站到東廳前 這間叫做博多華味料 是吃這個雞鍋的 店員給我這杯雞湯 雞湯也算鮮味 其實就是日式清湯雞鍋 還有炭燒雞頸肉 不過炭燒雞就多了些 最後不少的就是雜炊 吃到人熱了 在酒店樓下買汽水 早上要去元宿幫朋友買衣服 酒店樓下地鐵站搭三個站 這間是跟Burber Gin同一集團的古著店 這間主工40至60年代美式古著 而且質素相當高 當然價錢也會相對貴 買完東西就去吃飯了 在元宿車站附近 有間吃咖哩飯的小店 招牌菜就是蕃茄咖哩飯 和芝士咖哩飯 我覺得好吃 很好吃 番茄咖哩飯 是中辣的程度 而芝士咖哩飯 辣度也是一樣 割了多了芝士在表面 眼鏡很萌 今天下雨了 剛才吃完東西了 現在我們想著下一站 陷下去上野 每次來東京我都會去上野 和吃這間咖哩專門店 之前疫情停了一陣 看來現在又再開了 看看裡面 好像在準備中 這間應該是新店 旁邊是舊鋪 應該收拾了 好 上野有很多阿咩咖哩的服裝店 什麼是阿咩咖哩? 就即是American Castle的意思 喜歡這類型風格的朋友 一定不能錯過 逛街逛到忘了拍片 由上野御桃町搭幾個站 去新宿西口 由地鐵站上去 就是最受遊客歡迎的陸哥仙 我也是遊客來的 今晚吃燒肉放太 最初來陸哥仙是不用訂位的 但上次我是2020年來 都已經要訂位 要預早訂位 所以如果要訂位 記得在網上做些服裝 今次房間 可以看到 歌舞伎丁日帶的夜景 也算是這樣 吃完這餐 影片就差不多了 下影片再見 下影片